美国作为全球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国家 曾经在1961年至1972年期间 为了实现人类对月球探索而展开的一系列行动 据悉从1961年至1972年 共计进行六次登月计划 期间大约耗资255亿美元 期间除了进行无人飞行计划之外 还进行了载人登月计划 最初阿姆斯特朗作为全球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宇航员 乘坐阿波罗11号成功降落月球 此外美国不仅成功执行了登月计划 同时也带回了月长 可是近年来外界却对美国登月计划提出了质疑 还将其称之为是20世纪最大的骗局 对此多家权威机构也曾提出质疑 认为无论是从插在月球上的星条起摇摆的程度 还是从脚印 数字 影子等角度来看 均存在较大的争议 然而曾经美国从月球带回月延之后赠送了我国一课 当时中国素有嫦娥之父称号的欧阳资源 对其进行研究 撬开之后发现只有黄豆大小 随后此人对其进行了研究 而且还发表了多篇论文 认为这款月延确实属于外太空的产物 而且根据我国成儿5号从月球取回的月上来看 与美国提供的月延还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至少在我国看来 美国登月还是具有一定的可信程度的 此外美国宇航局此前还公开过轨道飞行器从月球传回的画面 其中就显示美国曾经插下的国旗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美国当时的星条旗为何会飘扬 为何天空中没有星星 为何曾经日本飞行器绕月飞行时 没有看到阿波罗登月的痕迹等问题逐渐被提出来 对此美国似乎并没有过多的解释 至于多家机构提出的质疑 中国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至少在我国看来 美国登月可能属实 可是全民机构却认为 美国的登月成功可能是从摄影棚拍摄而来 当然至于美国为何没有再进行月球探索 在外界看来 可能是此前已经取回了足够多的月长 还需要对其进行不断的研究 当然随着中国在探月工程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之后 美国也公布了阿尔特米斯计划 不仅要重新启动月球的探索 同时也要确定本国在该领域的优势 因此可以说 美国曾经是否成功登月并不重要 能否顺利实施阿尔特米斯计划才是最为重要的 这项计划关乎到美国能够持续的保持优势 是否还能成功取回月长 而且外界对美国登月的质疑 似乎也对其没有任何的影响